张小凡开飞机去买车 不料遭到女肖寿员前规则 紧接上提 张小凡为了搞系统的考量 狠狠地宰了一锅水影的愤怒值 范哥你好 我已跟女同学说法就连混壳吧 跟朋友想出都是消心一意 我觉得我很累 很自卑 我该怎么该掉这个不好的性格呢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 在高考完的那个暑假 我就去找了份暑假工 想提前体验一下社会的残酷 然后公司聚餐的时候 大家做了一个大桌 我跟老板说我有点自卑 能不能单独给我开一桌 老板让我滚 哈哈哈哈 单独开一桌可太骚了 我感觉我也挺自卑的 在街上看到别人的老婆 我都不敢上去 心他一向 由于是勤自卑的 有一次我去买东西 我看电影那么厉 都没有打扰他 莫曹 学到了 言归正传 你说的如果是真的 那我建议你多赚钱 只要你足够有钱 你只会变得自负 不可能自卑 范哥你说的对 我治愈了 去找绑一领钱吧 有请下一位幸运患者 范哥你好 我是个普通的社畜 工作很累 每天早出晚归 累得跟狗一样 我才24岁 每天都过着这样 单调无聊的生活 我迷茫了 首先你说累得跟狗一样 这话是不对的 狗的生活比大部分人轻松多了 这是真的 我妹姐少百开戒发动的狗 逮楼倒里水酒 我就在改笑这个问题 确实啊 我家的狗已经过上了 我梦寐以求的退休生活 张小凡的这句话 不只是让它扎心 大部分人都扎心了 还无法反驳 大部分宠物狗 都有小姐姐养着 每天吃吃喝喝 还能出去散散步 运气好的话 还能看到光棍 梦寐以求的画面 如果没做绝育的话 还能出去找找小母狗 我把我家狗的蛋蛋 割了好 它忘了我 整整两年半 我还见过一只 被绝育了的公猫 和另一只公狗 谈起了恋爱 生活单调无聊 这不是问题 你现在完全不用想这么多 只需要注重自己的身体 努力工作的同时 潜心学习 慢慢的等你到了三十岁 你就习惯了 可喵的 我以为后半句 是什么经典名言了 说了半天食毒鸡汤 凡哥你别说了 我治愈了 我去领田了 我问大家个问题 什么车适合新手开啊 凡哥是要提车了吗 对啊 不然出门老是开飞机 停机不太方便 我觉得不假地不错 营利也可以粗活可以 买法那里吧 开着那风 凡哥 你开直播去买吧 到时候我们给你选 好 一会儿大家帮我参考参考 就这样 张小凡开着飞机 去了车城 哇 这小时候妹子 造的太肥威生子了 我这开着直播呢 你不介意吧 像张小凡这种 开着飞机来买车的 在销售眼里 就是妥妥的富二代 卖出去车 都是小事情 能棒上 那可就赚大了 不介意不介意 先生您想要哪一款车呢 大家看看 哪款车适合我 凡哥 便宜没好货 买最贵的就完事了 这位兄弟此言有利 我要最贵的 我陪您去试驾一下 我知道一条路没有摄像头 人少车还少 方便试驾 凡哥 快答应他 绝对正经试驾 凡哥 别关直播 我想看看你开车的技术 此时张小凡看了看 评论区和女销售 一脸的不屑 凭他张小凡 多年横行秋名山的车技 根本不需要试驾 不用试驾 直接付款 先生 我觉得您还是试驾一下吧 万一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我可以深入跟您讲解一下 凡哥 听他的 去试驾一下吧 对呀 是吧 凡哥你真的都会填这个车 我不会开 小看谁呢 等一下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做秋名山车身 全款 此时销售 试痛并快乐着 痛苦的是 没有跟张小凡这么优质的客户 进行深入的交流 太可惜了 开心的是 自己可以拿到不菲的提成 鸡